我是佳颖 每周三到周五 我们会在这里给您带来权威的民营访谈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科普大讲堂今日头条号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有数据显示 我国近视人数已经超过了6亿 各年龄段的朋友 尤其是孩子们都少不了和近视斗志斗勇 每年暑期呢 在汉阳爱戈眼科医院的就诊患者中 就有不少是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矫正视力的 假期呢 孩子不仅要抓紧时间加强学业 还要预防发生近视 如何预防孩子视力下滑 孩子视力已经开始下滑了 又该怎么应对呢 孩子发生近视 如何规范的进行治疗呢 今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来看这堂 暑假近视防控公开课 来听听汉阳爱戈眼科医院 小儿眼科副主任医师董凤的专业建议 董主任您好 家颖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发现很多家长认为 这个孩子上了小学之后用眼多 然后视力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呢 才应该去检查 或者是才应该去关注孩子的视力 这样做是对的吗 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在孩子出生半岁以后呢 其实就应该去关注孩子的视力发育了 因为我们的人类的视觉功能呢 主要是后天发育的 那么三岁以前呢就可以做视网膜视力的一个筛查 可以尽快尽早的发现呢 是不是存在的一些影响视力发育的趋光不正 还可以做一些斜视啊 还有先天性上的下腿和白肋上的一些排查 因为这些问题呢都可能会影响视力发育 引起弱势 也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是吧 对对 那么三岁以上的话 还可以做哪些视力筛查呢 三岁以上呢 可以做视力表视力的筛查 然后还有眼表和眼底疾病的一些筛查 因为有些疾病也是会影响到视力的 还可以做眼球的生物测量 包括这个眼肘 角膜曲率 眼压 还可以做这个斜式的一些筛查 以及精确的趋光检查 也就是说不能够是家长想 当然觉得自己孩子眼睛这么明亮 不会有什么问题 直到他出现就是明显的症状的时候 才去检查 那么就是首先早到出生之后几个月 就可以去筛查了 对 然后间隔是多久呢 就要去重复就是复查一次呢 在三岁以前的话呢 一般我们建议在半岁的时候 做第一次的这个视力筛查 如果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那么以后就最多间隔一年的时间 就应该去做一个筛查 常规的啊 如果发现有异常的话 可能再过个三个月左右 或者是一个月就要再去看 因为要根据那个异常度的情况 那就要听医嘱了 对对对 要听医嘱了 那么三岁之前发现的这种 就是视力或者说眼部的一些问题的话 这都属于先天性的遗传的因素吗 有的 有很多的眼病 确实都是跟遗传有关系的 然后都会发生的比较早 像国外的有一个学者 他做了一个 就是对于226对同卵双胞胎 和280对异卵双胞胎的这个近视研究 就发现啊 我们的近视遗传率为90% 然后另外一个学者呢 他这个发现的近视的遗传率为72% 那么两个研究都证实啊 我们同卵双胞胎的近视发病率 明显的高于异卵 同卵双胞胎里面 平均的近视发病率高达82% 而异卵里面是36% 这么一听啊 觉得挺沮丧的啊 这个遗传性这么高的话 是不是比如说我父母是这个近视眼 甚至是高度近视眼 那么我将来也就逃不开了 该怎么办呢 是非常容易的 那这个时候对孩子应当做一些什么样子的防控措施呢 我们就需要早期的去做一些视力的一些筛查 然后定期的去发现一些问题 然后当孩子没有近视的时候 就要做近视的预防 已经近视了就要做近视的防控 现在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率啊 是普遍的增高了 我们知道呢 除了您前面讲到的 有一些这个遗传的因素之外 其他哪些原因还会导致孩子 这个度数的增长 用眼的习惯也是非常的重要 包括用眼的时间 在孩子的 因为这个科业任务非常的繁重啊 那么用眼的时间很长 那么这个也是导致我们近视增长的一个 和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呢 户外活动的缺失啊 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这个也是会导致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的 然后还有这个睡眠时间的不足啊 我们国家建议呢 小学生的睡眠时间要达到十个小时以上 出租生的要九个小时以上 高中生要八个小时以上 可是有很多的孩子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 也是可能会引起近视 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个儿童啊 他到底什么就是真性近视 是不是看不清楚东西了 有一会儿 或者说是休息一下又能看见了 那这个是近视吗 在近视发病的早期呢 可能会出现看东西 尤其是在看远处目标的时候呢 就是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模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到医院里去检查 早期的时候大部分是假性近视 但是到后期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出现一直是模糊的 就看远处一直是模糊的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是真性近视可能比较大 当然了区分真假近视 还要做医学验光 这个散瞳验光的一个检查 那董主任我们发现 事实上影响视力的演变有很多 有的时候儿童是不是看不清东西 它不一定就是近视 对的 影响到视力的因素呢 有很多 包括角膜晶体的混浊 眼底视网膜脉膜的一些病变 或者是视神经的一些疾病 都可能影响我们的近视 但最常见的是趋光不振 而趋光不振呢 其实也是一大类的疾病 包括有近视 远视 散光等 我们的眼睛成像的原理 就跟相机成像的原理 是非常的相似的 那么在这个镜头上面的一些混浊 或者是焦点不对焦 以及底片的一些病变 都可能会影响成像的 那么就是说 当家长发现孩子 事物模糊的时候 就一定要主动去就医 我们还发现很多家长 他认为这个孩子呢 年纪小 度数小啊 那肯定就是假性近视啊 稍微调整一下呢 把这个比如用眼习惯改一下呢 是可腻的 所以呢就不重视 那么家长应该怎么去分 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 然后真假的区别 真的有那么大吗 就是所谓的假性近视啊 就是指我们的眼睛呢 由于看近太多 我们眼睛过度的调节焦距 引起的类似于近视的一个症状 那么表现的时候 也是就看远处的时候不清楚 看近处的时候比较清楚 但是呢 当我们眼睛 我们人为的给他结状机 给他点一些药物 让他放松调节以后呢 他看远的就清楚了 不需要用近视的镜片 也能够看得清楚了 而真性近视呢 就是说我们看远不清楚 看近还是清楚的 这个时候即使是给他一些药物 让他放松的结状机 让他放松的调节 还是看不清楚远处的目标 需要借助于我们的近视眼镜 也就是凹透镜来帮助聚焦 才能够看得清楚 从这个定义我们就知道 其实啊 真假性近视的判断的关键呢 就是要放松我们结状机的调节焦距的作用 我们去医院检查时呢 医生会用到一种叫做结状机麻痹剂 简称为散瞳剂的药水 来帮助患者呢 放松调节 之后呢 再来检查趋光度 那么究竟是否还有近视啊 有多少度啊 这个区分真假性近视的 这个检查过程呢 我们称为散瞳验光 那么这个散瞳验光呢 它是一种医疗行为 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才能够做的 假性近视 不用佩戴眼镜 经过休息啊 配合药物治疗 一般视力就能恢复了 如果发现了近视的表现 看远不清楚 就随便配一副近视眼镜 那么是有可能会引起真视 真心近视的 那么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这种情况呢 就相当于是近视过角 所以呢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那么万一在这个验光之后 发现孩子已经有近视了 但有的度数浅 有的度数深 到底要到一个什么度数 就到了配眼镜的一个标准了 究竟是什么时候该配眼镜呢 不仅是跟孩子的近视度数有关系 还跟孩子的年龄 以及用眼的需求有关系 如果是旋龄前的孩子 如果是低度近视 那么由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 他的近视用眼的要求不高 可以不用配眼镜 那么旋龄期的孩子呢 即使是这个75度 100度近视呢 他也会明显的影响了远视力 那么这个时候就建议应该要配近来矫正 帮助聚焦清晰 因为他聚焦清晰量呢 近视的发展就会慢一些 看得不清楚了 他就容易进展的更快 有些家长可能有一些误解 就觉得配近太早了 就是将就他的这个近视度数 会导致度数加深 是这样的吗 这是一种误解的 其实现在新的观点都认为 近视了以后 尤其是你旋龄前的孩子 旋龄期的孩子需要精细的用眼 还是应该配近去矫正 帮助他聚焦清晰 这样子呢 有利于减慢近视的发展 如果长期处于 看东西不清晰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离交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近视的发展就会更快 现在有些家长的对于散童呢 还是有一些就是抗拒的心理 尤其是自己孩子年龄偏小的情况下 他会觉得会不会有些副作用 或者说低剂会伤害到孩子的眼睛 这个散童呢 也是一个传统的方法了 不光在国内在国外 整个国际上都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那么2019年的时候 中华医学会有一个专家共识 就是各个各大教学医院的一些 小儿眼病的专家呢 他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建议我们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 首次验光 那么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 就应该必须要做一个散童的验光 这样子才能够准确的查出了 他的趋光度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的小朋友的调节力非常的强 那么调节的时候 会有一些假心近视合并到检测结果里面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散童 那么除了12岁的孩子呢 16岁以下的孩子呢 如果出现视力与小瞳孔验光的结果 不吻合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他的矫正视力呢 低于正常视力 或者是伴有邪视 或者是别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也是要建议做一个散童验光的检查的 那么孩子一旦近视的话 他长期佩戴眼镜 他的度数会越来越高吗 还是说会得到控制 当我们的小朋友近视以后呢 眼镜只是为了帮助他看得清楚 帮助他聚焦 但是近视目前呢 在整个国内 包括国际上都是没有办法去治愈的 不仅不能逆转的 而且他本身是会随着我们小朋友眼球的一个发育 以及在这发育期间的近距离用眼 而逐渐的发展 就是说他的度数必然是会越来越高的 但是这个增长的速度每个人不一样 如果注意一些呢 会长得慢一些 如果不太注意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长得更快 就容易发展到高度近视 您刚才也说了啊 近视是不可以被治愈的 对 只是说得到一定的控制 对 那么现在网上有一些所谓的视觉训练机构啊 号称能够通过视觉训练 包治孩子的近视 这靠谱嘛 是不是科学的训练 这个其实是不靠谱的啊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说了 青少年的近视啊 目前在整个国际范围内呢 都不能被治愈 我们国家卫健委呢 在有关近视防控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呢 也提醒了广大市民 就是近视呢 不能治愈 因此呢 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包治近视的一个谣言啊 那么近视的孩子中 确实呢 也可能会有一部分孩子会存在的一些事功能的异常 那么最最常见的可能是调节功能的异常 这部分孩子呢 他除了有这个这个功能检查的一些异常指标以外呢 还会伴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视疲劳的症状 因此呢 我们说视觉训练呢 他也不是每个近视的孩子都需要的 那是不是需要去做这个视觉训练呢 应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里 经过系统的检查以后 我们才能够知道 虽然刚刚咱们也说到近视是不可以被治愈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角膜塑形镜呢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控制孩子近视的一个增长 比框架眼镜的这个作用要更加的明显 是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呢 角膜塑形镜呢 是一种叶带型的隐形眼镜 最早的角膜塑形镜的研究呢 是在1950年的时候在国外 然后关于塑形镜啊 现在国内外呢 有非常多的文献报道 那么对于角膜塑形镜控制近视的作用呢 都是肯定的 各家报道控制近视的效率呢 平均可以达到大约60% 在我们国家角膜塑形镜佩戴的人群 每年能够增加10到30万 是非常多的啊 为什么啊 角膜塑形镜它的一个对近视防控的作用啊 还是这么的明显 所以现在发现很多家长都选择 让孩子呢去试用这个角膜塑形镜 不行了 咱们再带这个框架 是的 角膜塑形镜呢 已经在我们国家 包括整个世界上都是非常的普及了 在我们国家 就是每年刚才也说了 就是有10到30万的增加 就是有这么多人去佩戴的 所以很多家长就会发现 身边的有一些小朋友呢 他们带了以后控制的效果很好 就愿意过了 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带 那么为什么角膜塑形镜能控制近视了 这个跟它的这个塑形镜的一个 一个原理有关系的 我们角膜塑形镜 它是一种治疗型的隐形眼镜 属于一个医疗器械啊 然后它在这个贴到黑眼珠上的时候 在我们眼瞼闭合的时候 对眼球会有一个 这个垂直的一个压迫力量 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眼角膜 这个眼角膜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凸透镜一样的啊 把它压得平一些 压平了以后呢 它的焦距就能拉长一些 所以呢 这个可以保证它白天的清晰视力啊 另外呢 我们的角膜塑形镜 它这个周边 它有一个离胶的一个环啊 有一个反转弧区 那么戴上以后呢 会在眼球形成一个离胶环 也能够一直眼肘的 这个离胶性的延长 那既然是有压迫感的话 孩子晚间佩戴 它有什么不适感吗 或者说对这个眼睛周围的一些 角膜有损伤吗 它没有损伤的 因为我们这个顺利 它都是两眼睛做的 它的压力也是在我们的眼 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内的 但是它是一种隐形眼睛 在刚刚开始佩戴的时候 会有一点异物感 基本上戴个三五天呢 就适应了 适应了以后 睡着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有没有什么适应症 比如说什么年龄段的孩子 适合戴 有没有不适合戴的 什么情况下 有的 我们的送应镜 它是有厌配指针的 我们一般是建议 8到16岁的孩子 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 近视的发展会比较快 所以用来控制近视的发展 然后度数一般要求 在100度以上 对角膜的曲率 还有一些要求 就是角膜太平的 或者太陡的 也不能戴的 所以都是要到医院里面 去做评估的 董事长 我们还发现 有些这样的朋友 就是他认为 这个孩子的近视 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 我们小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 也没有去看眼睛 这个医生 也没有去配眼镜 也不挺好的 而且现在不是有挺成熟的 激光近视眼手术 等到18岁之后 孩子做个近视眼手术 视力就恢复到 1.0左右了 多好 真的 您这个问题 就是好多家长 也问过我 其实家长 可能对近视的了解 其实不是那么透彻 我们说近视 如果是低头近视的时候 当然是一个眼镜 就能够看得清楚的 但是我们的近视 当然它发展的中高度近视 特别是高度近视以后 它同时还会伴有 我们眼球的一些近视 高度近视的一些并发症 那么包括我们的 这个玻璃体里面的浑浊 那么视网膜 脉络膜的一些病变 黄斑区的一些病变等等 那么严重的时候呢 可能会引起视网膜的裂孔 视网膜的脱离 会有失明的一些风险 这个近视趋光手术呢 它只解决了趋光的问题 就是帮助我们眼睛 不戴眼镜的时候 可以聚焦到视网膜上面 但是那些并发症并没有解决 所以说在高度近视的患者当中 虽然他做了趋光手术 可以摘掉眼镜了 但是他仍然存在着这种 由于近视并发症 引起的市民的这种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把这个近视 控制在低度近视和中度近视 不要发生高度近视的这种 这种意义原因 对 现在暑假来了啊 听起来是个假期 但是呢 似乎啊 这个孩子的课业更加繁重了 要抱着这兴趣班啊 陪优班啊 补习班啊 各种衔接班呢 我觉得孩子可能真的是 就是一个班跟着一个班 甚至比学校还要辛苦 那么在暑假期间 孩子怎么样去预防近视的一个进展 或者发生呢 这个问的很好 我也正好想给大家聊一聊的啊 那其实啊 我们的孩子虽然是放暑假了 但是在家里在用眼的时候 家长一定要注意要管控好了 首先我们电子产品呢 还是要注意 我们建议0到3岁的小朋友呢 尽量是不要碰手机 平板子之类的电子产品 然后看电视的时候 也要控制这个时间和距离 一般呢 就是不超过这个20分钟 那么小学生的话 如果有网课的话 我们建议呢 这个尽量的每次的网课 不超过20分钟 然后就要休息 看这个6米以外的距离20秒 这是国际上的这个3个20法则啊 我们建议呢 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 还可以 可以做一下晶体操啊 晶体操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可以让它看清楚 近方的一个目标以后 然后让它眼睛对焦到窗外 或者是楼下的啊 远方的一个目标 广告牌啊 或者是树叶滑读啊 之类的啊 然后再看看近处 再看看远处 这样子 让我们的晶体一会放松 一会收缩 这样子来来练习我们的晶状体啊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这个动静结合起来 因为如果孩子在家里呢 他可能就会比较安静 那么看手机 看平板 看书籍 或者是画画 就很多都是近距离的一个用意啊 我们建议呢 可以给他抱一些 如果要抱班的话 可以抱一些运动类的 比如说游泳啊 羽毛球啊 乒乓球啊 等等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球类啊 或者是在小区里面 跟同龄的孩子差不多的啊 下去定期的 定时的下去 打一下球啊 玩一下 这样都是可以的啊 东径结合 然后劳逸结合 然后休息的啥 也是要盯好的 不能够因为放假了 现在每天不用八点钟起来 去上学了 就睡觉很晚 我们还是要保证 充足的一个睡眠 因为他们的身体 还在都在发育中啊 好的 健康科普与您同行 今天非常感谢董主任 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 让大家了解了 儿童近视的防治 最主要的 其实就是要提高家长的一个 对孩子眼睛的保护 保健意识 坚持呢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科学用眼 并且进行专业规范的治疗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董主任 做客我们科普大讲堂 也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待